没有问题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这一节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下一节 下一节就是我们的二章一节了 对怎么样 subsided subsided subsided是什么东西下沉 什么东西往下走了以后 不是上升 他就慢慢慢慢没下去了 那个叫subsided 所以现在指的是他的 anger subside OK 这个主要讲的是 anger 他的怒气 OK 他前面是非常生气 那个王后 Vashti的 对不对 我是国王啊 我叫你做什么 你就得听话呀 我就是希望把你牵出来 溜一溜 因为你美貌嘛 对不对 带上我给你的皇冠 特别能够招摇 然后让人家羡慕 王就是想做这么点事情 但是居然他不同意不配合 不听话 这个事情他很生气 可是等到他的 angry had subsided 他的怒气慢慢落下去了 OK 没有那么生气了以后 还是会想念的 对不对 夫妻之情 他就开始想起 他就记得了 他想念这个Vashti了 OK 有关于Vashti以前做的事情了 还有他所降下来这个法令 他为了这个Vashti 你记得他接受人家的建议 特别设一个法令 说这个王后以后都不能见他了 然后呢 也把他的这个王后的这个 头衔给摘了 是吧 他就不再是王后了 会想起这些事情吧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还有哪些方面 可以用的 subside subside OK 有很多东西可以subside OK 比如说船走在海上 这个船已经往下沉了 subside 可以用这个 OK 还有什么 情绪上我们的文章里面讲 这个人的怒气已经下线了 subside 还有这件事情 什么东西 比如说减少了 可以用subside 比如说我们地震 汶川地震的时候 那个建筑物下塌 塌下来了 往下走了 坍塌了 那个也可以叫subside 它不是指它塌下来的那个过程 地震的过程 它是指它走到这个水平线的下面 地平线的下面去了 这个叫做subside 本来这个是我们家住在三楼 现在地下两层全部都陷下去了 我变成一楼了 那这个就叫subside OK 所以可以是地面 可以是水面 可能是一个船往下走 它强调的就是那个动作 它下去了 它下去了 subside OK 还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什么事情 平息了 他们两边 两个邻居 可能每天在那吵吵吵 吵半天 吵得不可开交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subside OK 他们已经沉淀下来 就平息下来 不再吵了 这个叫subside OK 所以有的时候地面会突然的沉降下来 水面突然下来 或者是什么东西 浊州现在你水换以后 你把什么什么那个水都水面都已经降下来 不再像以前那么多水了 OK 原来是淹上去 淹了三公尺高 现在已经只剩一公尺的水了 这个水 subside OK 好 没有问题 所以讲一个人的怒气非常适合 他的怒气也是下来了 OK 往下走了 沉淀下来就没有那么生气了 OK 什么东西减退了 他的怒气减退了 或者是他对一个事情的兴奋的程度 我听说刘晓庆要到我们这个村里面来唱歌了 哇我每天兴奋的睡不着觉 慢慢的 我越来越兴奋 但后来可能我没那么兴奋了 我这个兴奋的程度 subsided 这个又可以用subside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你学习英语的热度 一开始的时候 我每天念八千个生字 每天念每天念 每天学习四个小时 学习一段时间之后 我的热度就降下来 我的热情 对英文的热情我就降下来 这可以说是subsided OK 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谢谢 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怎么样 Apple的字 好的 Apple 好 这个事情 首先这个用法 跟一般我们想的那个Apple 这个字的用法不太一样 OK 但是这个句型是这样的 OK 前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前面是一个东西 所以前面是一个subject 比如说是一个object 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是 是或者是物 是物 就是是一个东西 像我们现在这个经文里面 是讲的那个advise 这个建议 然后呢 它是appear to 注意啊 它不用被动式 Appear to OK Appear to 后面一定要放一个人 OK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appear to 就是 那是上述的 母人 这个跟上述没有关系 跟你想的原来 一般用的上述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指的是 这个事物 对这个人产生了关系 这个事物呢 让这个人很感兴趣 OK 如果我告诉你说 Simon does not does not appeal to me I like pearl better 这个什么意思呢 钻石对我没有吸引力 我比较喜欢 珍珠 That's right OK 我现在去买首饰 我要结婚了 我丈夫要给我买个首饰 哎呀 亲爱的 你要什么首饰啊 我都给你买 买钻石吧 买这个买那个了 假如他经济状况 可以的话 我说 嗯 你别跟我说钻石 我不喜欢钻石 钻石呢 我不感兴趣 所以是 does not appeal to me I like pearl better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说 golf does not appear to me i like boxing better golf是什么 什么叫 golf 我不感兴趣 我喜欢 boxing 什么叫boxing 拳击 yeah 我喜欢打拳 打拳击 我特别喜欢那种 耗费体力的东西 你那个打高尔夫球 我觉得那个 一点都不刺激 我喜欢那种 他一打 嘴巴流血的那种 I like okay 所以 他的用法一定是 前面是一个事物 不可以用人啊 一旦用人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人 appear 这个人上诉了 所以一定是事物 什么事情 什么物品 这个东西 appear to 一个人的话 就表示说 这个东西 这人不感兴趣 他不感兴趣 okay 这个地方是感兴趣 不感兴趣的问题 okay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原始的经文 是怎么用 okay 所以不要想上诉 this advice 不是他身边有一个人 给他建议吗 这个人的建议 如何呢 这个建议如何呢 他说这个建议呢 appear to the king 意思就是 这个王怎么样 感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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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兴趣吧 感兴趣 this advice appear to the king 表示这个王 感兴趣 然后才有下一句 and he followed it 他就照着做了 okay 有人给他建议说 哎 你这样这样吧 你亮亮吧 啊 然后他前面 不是给他很多建议吗 还说 哎 你先 先去招选美女 就你就忘记 这个Vashti 这个皇后吧 他不听过 跟你话 对吧 咱再招美女 我们现在派这个 一些代表人 一些 一些伪认的官 okay 找一些 代理人到各省 都去给你招美女去 招来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层层的选拔 这样子 王一听 this advice appear to the king 表示这个王 对这个建议 不错不错 你们要到全国各省 去招美女 这个建议 我喜欢 他就感兴趣了 and he followed it 好 所以这个 千万不要想到 法庭的上诉 这个appear指的是 他对这件事情 感不感兴趣 好 有没有问题 请教一下 这个 advice appear 是不是一个 被动的 no 不是 不是 这个 这种用法 一定要是 它是一个 主动的方式 就像我前面讲的 okay 比如说 前面讲 okay 当然我用的是 否定式 我说 diamond does not appear to me right 如果我要写说 我对钻石 我对钻石感兴趣的话 我就可以改写 我说 okay 比如说牛排好了 beef appeals to me right 我对牛肉感兴趣 你不要给我准备猪肉 我喜欢牛肉 这地方一定是主动的方式 不是被动 所以这种句型就表示 这个人对这种事物 前面做主语的这个事物 感兴趣的 能不能用这个key appear to the goal 当这个句型 okay 这个appear这个字 是这样用的 当你用人做主语的时候 它就变成什么意思了 出现 是不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请求呼吁 上诉了吧 我就上诉了 我就 我就 我就呼求了吧 上诉 申诉 呼吁 appeals the lawsuit 比如说 okay the claim 好了 to the court he appeals the claim to the court again 他向这个法庭再次的上诉 当人做主语的时候 这个appeals自动就变成是什么 上诉 请求 要求 appeals 但是当东西做主语的时候 这个东西appeals to 一个人 那就是指了这个人对这个东西感不感兴趣 人 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感不感兴趣 叫做 appeals to 所以你 你不要 很多时候都是是like 不like I like it 或者是I like 什么什么东西 你也可以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有 有的店啊 有的 美国有些店 有120种冰激凌的口味 哦 我喜欢吃哪一种东西的口味 你可以说 那个东西 appeals to me 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 OK chocolate appeals to me 表示我对那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不一定要用like OK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两种表达 有有点什么区别 很有区别啊 因为appeal to的时候 当事物做主语的时候 而且是appeal to a person的时候 是这个人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像我前面讲的 diamond does not appeal to me I like pearl better 我对钻石不感兴趣 我就喜欢珍珠 第二个句子 God does not appeal to me OK 这个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 我不感兴趣 我就喜欢拳击 I like boxing better 所以注意 如果是事物做主语 appeal to 一个人的话 就是指这个人 对这个事情感不感兴趣 但是当人做主语的时候 人appeal的时候 是这个人 请求或者在法庭上上诉 叫appeal 有没有问题 我请教 就刚才经文你这个原句 他是用就是 是国王好像是 叫什么 就是为什么他不用 国王的key 我已经告诉你 appeal这个字 这个用法 OK 他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用法就是 东西事物做主语 appeal to一个人 表达的意思就是 这个人对这个事物感兴趣 OK 这是第一种用法 第二个用法是 人 然后用appeal 做动词的时候 那是表示 这个人要上诉 要请求 要向什么人 提出什么要求 才叫appeal 所以appeal这个字 它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的 这个句子在这个地方 this advice 注意了 事物做主语 appeal to the king king是一个人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表达 王对这件事情 对别人提出的这个建议 叫你再海选一下 再选个新皇后出来 他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 他喜欢这个建议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 为什么不用the king 做主语 OK the king 一做主语之后 这个句子完全变味道 他已经不再是 感不感兴趣的问题了 因为the king 人一旦做主语 就变成 人请求这件事情 人要到法庭去上诉了 这样理解吗 所以不要用错 理解